今天热点透视只要来看看在商画有高丽菜农开放菜园让民众自己来采 每棵只要十块钱 八分地满满的高丽菜一天就被采光 但是这样的情形让其他高丽菜农知道之后也担心 是不是已经破坏了市场行情 尤其是现在平地的高丽菜才正要采收 现在开放大家可以自采的菜农则说 是因为他种的这一批菜都被重铸了 所以品质比较不好 才会想要便宜卖减少损失至少回收成本 一大片八分地的高丽菜园开放让民众自己采每棵只要十元 不过这些高丽菜叶有的被重铸有的还已经烂掉 有其他农民担心卖这么便宜会打坏市场行情 平地才刚刚开始而已就高丽菜就这么便宜 他打坏行情 不过开放自采的农民说他这一片高丽菜园是八月以后种植的 品质不佳卖相不好才会一颗卖十元 卖多少算多少 西湖果菜批发市场甘烂最高价目前每公斤二十五元相较大雨过后 最高价每公斤六十元相比已经大幅回稳 也有农民开放自采的往事雪翠一颗三十元 高丽菜经常出现大涨大跌的极端状况 农粮署制定总量统计预计今年十月中 育苗场售出苗种五百九十六点四万株 已经接近生产过量的红色警戒 继续带入茂章话采访报道